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二下午的每渣股 我是林梓彤,請來Stanley和我們推薦的心碎股份 Stanley你好 先和大家回顧上星期推出創科實業 看看表現 上星期恆指,下午收市是27,729 今天下午收市是28,340 全星期升611 升幅超過2% 看看創科上星期推出時 中午收市是47.5 今天下午收市是47.9 全星期升四豪 升幅0.8% 看看買入價建議是45元 期內未達到這個價格 是否大家不要急,等45元是一個比較直撥的水平 立刻看看它這陣子的走勢 因為嚴格上我都沒有看它 中線擺放 就是中線的 還有這隻股份其實是因為過去 你可以說之前的時間都是彈了一些上去 這陣子就比較呆滯一點 可能也跟中央貿易戰 大家可能有些擔心或有些關係 不過就論前景 甚至乎你可以回顧公司的業務發展 我又不擔心 不過它的波幅 原來今個星期也挺窄的 講這一段的時間 46.7元 大概是48.9元 這個好像有點窄 不過 沒有了,都是後低再考慮 現在這些市況 我又不建議大家真的太高追 特別是創科這類股份 不是說它不好 它一定是好鼓 你可以說這個 過去這麼多年的經驗 看這股份都是OK的 但只不過真的不需要說這些位置 刻意地高追 始終市況都是難觸摸電 都要講一下市 今天下午跟Jason談的時候 就說市升幅收窄了很多 但是都問它反彈浪是否結束 但下午說還未結束 就已經倒跌成18點 Jason 說反彈浪結束了沒有 還未 還要再看 但是現在這樣看 剛才我們麥克風也有說 其實大陸中央很多很重的方法都用過 是 逆周期因子已經出了 是 但是見到A股似乎都沒有提振作用 是 我想這樣看法 如果你說 短一點去看 昨天都升了很多 如果以回 昨天升那麼多 今早人民幣都還有彈一下 何支人民幣彈 如果真的要說市有 我們說比較多的利好的訊號 其實是多的 就是人民幣這個逆周期因子 還有就是說 因為有些消息都提到 好像這個社保基金 比如說這個最聰明的錢 都說好像已經是入了市 按道理 對於這個市場來說 應該是有一些振奮的 因為你想一下又有人民幣又升了上去 又有這個社保入市這些消息的話 我覺得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說 看成交量的變化 今天暫時看下去的成交量 都沒有太多的起色 加上就是說 你的A股似乎打不起 其實是多糟糕 如果你A股似乎打不起的話 就是意味著一個最 就是 我可以這樣說 有可能是不好的 你可以說 罪會現在 第一 已經很死心 當市場 你可以說是 如果那個氣氛很差的時候 往往又是 可能你說是 另一個叫我們說 就是轉角市 一個的開始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說 是不是已經是 到這個地步 似乎又不是 我都見不到 有些什麼 什麼叫轉角的 一個的 信號出現 是 所以現在 沒有了 就是希望A股真是 生生生生 所以如果你 你真的要入社保 人民幣這些因素 就是OK了 我想是 最後欠一個叫引發點 看看會不會 之前和大家不斷 有些的想法 就是說這個 謎日戰 叫做可以不用打住 如果這樣出來的話 希望到時的氣氛好一點 A股都真是 生生生生生 炸一炸氣 好 講完大市 都要講一下 今天想推的股份 現在都是我的波幅比較大 今天介紹的這隻股份 叫做輕盛創建 本身 我都未做Research的時候 真的聽都沒聽過 這家公司 正常的 我先這樣說一下 為什麼這幾天 這幾天開始 推出一些大家 可能不太熟悉的股份 為什麼呢 其實話說 你看回之前的時間 可能因為 講一句 你借你的股份息 可能開始就有些重複 但是我覺得 在這些市況裏面 講一句 叫我建議大家買東西 都很難 問心說 要推出一些必勝的 甚至日面比較大的股份 都真是難的 都不如趁這些機會 跟大家 可能你說 當是 尋寶寶 尋寶寶也好 甚至乎 大家認識多些股份也好 大家當是學多一點東西也好 是 沒有的 其實有些公司 很多公司 在香港上級公司裏面 很多其實我覺得不是差的 還有 都基本上有些憧憬 但是大家可能又沒有熟悉 我介紹一下 大家知道多些股份的東西 嗯 今天介紹這隻輕盛創建 剛才一上去的官方網站 你已經說 茶茂星就是這間公司的主席 是的 就是輕業其實是一個關聯的公司 是的 輕業就是四百零 亦都可以說是同一個系的公司 不過輕業最主要就是做一些 我們說的房地產的業務 就好像最初入獄景灣 這些業務 但是輕盛 反而就 如果你要回過去一段的時間 它做得最多是些什麼 反而就真的叫建築方面 就是可能一些的起樓 甚至乎一些公共的設施 譬如出道場這些 它會有份起的 但是整一下現在 那個業務比較多元化了 你見現今後 上面都有一二三四 有七個不同的範疇的業務 但是反而一個比較重要的 反而就是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各類 這類可以說是近年來計 就是令到公司的名字 比較多人認識的一個因素之一 沒錯 稍後會再說一下 就是物業投資方面的取態是怎樣的 先看看上半年的業績 這個是營業額 如果剛才所說的 本業是做一些建築的 但是第一行看到 建築方面的營業額 叫做穩穩定定 本業 又不會說有太大的驚喜 或者太大的升幅 但是如果一直這樣掃下去的時候 物業發展那裏 跌成七成七 即這個跌幅都比較大一點 是 為何會這樣呢 物業發展 其實大家都開過很簡單的想法 因為這裏最主要就是 例如說起樓的 不是 應該是類似說 一些叫做買賣房地產 例如說你有一個樓盤的 你買得到的話 當然是那個 叫做收入比較大 這一份呢 最主要就是 這一方面的一些範疇 因為本身它又不算是一些 叫做主要的發展商 可能你說隔壺市 去拿一些叫做投的地 或者可能有些重建的項目 變成那一年的時間 有多一些叫做買賣的 那條數字就變了會大一點 但是叫做上年的 截至到三月底子的那盤數字 這方面的收益相對比較小 所以又出現了這個 可能比較上是 那個跌幅比較大一個情況 但是看回公司的一些 我們說一些比較核心一些的業務 包括建築、裝飾和維修工程 建築材料這一堆 當然個別來說也有些跌幅 但是整理上來計算的話 這些業務都比較上的增長 比較平穩一些 還有就是其實現在公司的 我想近年比較主打一點的 反而真的就是業投資那邊 所以這裡一會兒會很詳細的講解一下 但是你可以說公司 這個是營業額而已 那麼營利方面那些就沒有出出來 但是因為公司本身都拿著很多的物業 所以在物業重複之下 公司的那個盈利也有增長 好 下一版就是主要是講它的份業績 剛才就是講的營業額 其他的細節又有些什麼大家要留意呢 是的 基本上剛剛提及到營業額的倒退 最主要都是因為物業發展那個銷售 基本上貢獻就減少了 那麼日理增加了差不多兩成 最主要都是因為公司有些投資物業 就是Piccaso 就是五成全日出售了 不過如果你撇除一些公運值的話 其實公司今次的隨稅前的日理 都差不多兩成八的 當然你看到去好像業績比較平平無奇 沒有太特別的一些情況 但是SYR所說的一些因素 似乎對於公司的發展 都有些比較大的憧憬 好 看完份業績之後 都要講一下我的理好因素 下一版就可以見到 第一個理好因素就是手頭合約充裕 剛才你一開始都提到 它跟香港興業是一個關聯公司 同系的公司 是不是堅持著 興業都會給他一些生意 令到他的份業績穩定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呢 現金額上面這四個 就是一些例子 現在手上的一些項目 本身有些什麼工程 這些又應該跟你說 興業的關係就不是很多 因為嚴格上你可以說 近年香港興業本身 都沒有說太多的一些 這些叫做這些 這些就是投資 所以變成你說對於輕盛來計 可能少了一個叫做 大一個的客員 但是因為本身公司 都可以說有差不多的歷史 而且他們都很多時候會拿一些 可能跟政府部門相關也好 支援一些項目也好 因為那個名字都叫做比較大一些 所以都容易拿一些合約的 還有你看到現在的手提合約方面 都34億多 剛剛提及到 其實你看到上年全年的時間 那個叫做 在建築部這方面的叫做 營業額 大概是20億左右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數目 都夠他們 應該可以做多年多的工程 即未計算可能之後的時間 可能再叫做新增一些項目 另外就看回你說可能其他的 裝修、裝飾、維修部 檢查材料那一邊 那些的訂單數目 基本上是穩定的 所以你可以說這一份 這一份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叫做前菜 就是劇情介紹一下 你說是否很特別個人 特別勁過人 又不至於是 但是這一份都可以確保 公司的本業 都有些比較上是 比較穩定的發展 好 合約方面不是勁過人 但是下一個你的因素 就是NAV 原來大幅折養 這個是不是你推介的 一個都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我過去推介很多股份 都好看這件事 是 你可以說當然 但是折養 都有它一些原因 因為通常我們說 可能它的資產 除非你說真的要變演 如果不是的話 它一入不變演 其實你的資產 或者叫它不派出來 基本上意義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你可能一件資產本身 可能是值三十多億的時間 現在那個市值只有十多億的話 變成有一個比較大的 叫Discount 這個那麼大的Discount 都可能可以說 公司的一個比較大的賣點 如果這是假設 公司真的有一些 可能你說出售資產行動的時間 都可能會對於股價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而嚴格上公司過去都 你可以說它挺有趣的 它不少會派一下紅股 之前的時間 還有都會 拍攝它之前的時候 又沒有知道 是很慷慨的 但是這個 你當是一個 我們說 比較防守性 比較高的情況 通常這些大致力的股份 當然你可以說 假設經濟差 市道差的話 可能它的資產 都會叫做速水 連帶資格的價錢 都會有一些調整 但是往往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沒有經過市場 市場可能 相對來說 可能比較上是錯一點也好 他們的股價影響 真的不是太過險著 好 另外 都要提提 剛才說到公司 現在最大的發展方向 似乎是投資物業方面 或者這一方面 是撐著盤數 剛才又是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最多關於公司的新聞 就是公司沽一些公下 或者拆一些商下來買 看這個表 就列完了 過往可能2月份到8月份 其實都做了不少的交易 但是先看那個交易作價 是不是都叫做幾理想 還有 如果現在公司是拿這個 做一個增長的點的時候 接下來還有多少東西 可以拿出來買呢 其實這個表 都找到一些資料 說真的 但是你說究竟齊不齊 我都盡量找齊給大家看看 是 公司又很有趣 你可以說在今年裡面 其實一些叫做賣 收購 這些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工夫 你看到它都是 又買下東西又買下東西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可以留意最後的兩項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最後的兩項 你看到 它首先在7月尾的時間 就可以收購了一個項目回來 那裏的作價呢 那裏的總代價 8億5千多萬 但是呢 如果你計算了一些 我們說稅方面 那裏是9億多的 OK啦 但是呢 你看看 8月份的單 就是出售了 預打算 出售一個項目 那裏是12億多的 但是 這兩個東西 特別強調這兩個東西 就是說 其實所 叫做投資的東西 都是同一塊東西來的 就是說 公司回到7月底的時間 就真是 向不同的一些業權的人士 就買了不同的單位 就是可能統一一個業權 OK啦 就變成那裏的東西 整個自己 叫做投資的 那裏的 那裏的作價呢 那裏是連了那些稅 9億多 但是在25天之後的時候 公司就 將這一塊的資產 就再轉手賣出去 那裏的作價呢 12億多 就是在這20天的時間 公司就已經賺到 賺了33億多的了 所以你可以說 我想看看下一版 有趣的 其實如果看近年來計 公廈這些的價值 都是 我想是有價值的 特別是在個別的地區 可能你說在一些 我們說在觀塘 或者新蒲江這些 比較上是叫做 可能有一個前力的 發展比較多一些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現在的公廈 有些會重建的 或者是改建用途 變相也是發生的機會 大了 而集團本身 因為以往剛剛提到 公司又可能過去的時間 在建築為主 近年開始都積極地 可能你說 可能自己本身 可能有一些的 物業的組合 可能有一些買賣 可能買回來之後 有一個好的作家 就賣出去 做這些業務 而且表現上 真的挺不錯 正如剛剛提到 那個 美華工廠大廈 其實只不過是 25天的時間 一轉一轉手 已經賺到3億多 這個其實也挺 你要反映兩件事 第一就是 公廈有教育士 第二就是 公司本身的眼光 真的可以說 相當獨到 所以這個 對於公司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賣點 另外 因為本身 現在 我想要看年報 才會知道 它有多少 因為其實都很密 買得有多密 估讀有多密 但是公司的現金狀況 都尚算理想 所以你可以說 都預計回 我想公司 未來這些的話 都會做很久 但是 我剛才一看 這個 招牌的時候 都在想 其實靠 炒公廈 是不是一個 可持續的業務 因為現在 連樓市 都開始有些新聞 就是可能 人們減價去賣樓 現在A股也好 港股也好 似乎都沒有 往年那麼厲害 會不會令到 公廈 還有沒有得炒呢 這個 當然你說 如果假設當 利率再升上去 甚至乎樓市 開始叫做 轉弱的話 是有影響的 但是你說 現在 見到這個情況 我想暫時未見到 還有 因為其實公廈本身 我想市場 跟樓市有些不同 即公廈本身 就真的有一個 需求在這裡 所以 對於 你說這個 當然你說這個做法 是對不對 好不要 說一句 其實賣樓都是 你買塊地回來 然後在樓市買出去 其實大家做的事 其實相類似 但只不過他又成動去買賣 這樣 很難說是好還是不好 但只不過 對於公司 如果假設 真的能夠 保持著 有些比較好一點的成績 回來 賣得到一個好價 我想股東也不會介意 好 另外 看看第四個利好因素 就是有分拆的概念 這一版本也看到 就是年初的時候 已經申請 將他們的鋁窗業務 在主版上市 但是 都想問一下 這個鋁窗業務 賺錢能力如何呢 其實你回到 剛剛第一版面 看到一些叫做 裝飾維修工程 是 見了材料那些 其實正確就是 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說 本身就是 那個營業額 或者那個規模 都算是 不是算小的 是ok的 不過公司 其實你把這件事 本身是在 今年初的時間 已經是 叫做申請上市 其實原則上面 研究所 已經同意分拆這個建議 但只不過 公司還未做得申請 但是 當然可能看 市場的氣氛也好 可能想說 之後的時間 拿一個高低的股值也好 這個不奇怪 但如果假設公司 有這個行動的話 我相信對於它的股價 都仍然有一定的 變成一個 在未來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出發 好 另外 也要提到風險因素 你又覺得 投資在這個輕盛創建 有什麼風險因素 因為看成交 因為真的不是很多人認識 很多人認識 成交比較小 對 而且交投比較疏落 所以 你說要買這隻股份 可能買賣也好 要有些耐性 基本上你預算 都可能要擺一下 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說 因為這個版塊 貿易程度上都很受到 一些政策影響著的 因為如果你說的是 現在的房地產政策方面 都比較針對一些 我們說的住宅的方面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假設之後 真是可能 那些公蟹炒房 是遲的時間 政府會不會出招呢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一下 大家都是留意 當然 剛剛有一個因素 就是說 可能你都幾變化這些 都可以留意著這個情況 嗯 好啊 都要搞同一個投資策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不用心急 我買入價格 可以放低一點 是的 基本上過三 考慮都沒有太大問題 目標價看過六 其實不算是很進取的 而且因為 本身的NAV discount 那麼大的話 其實可以再忙高一點 不過現在 安全船 過六就算了 因為 五十二七個高位 就是過六這個位置 那又以為暫時 過二作指示位先 好啊 都要和Standing申報先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你Standing 一會兒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一會兒再見